好 接下来带您到马来西亚 了解当地如何推动环保 今天来看的是野心县的慈祭环保站 这里志工大多是年纪大的长者 他们奉献心力 亲近大地 不遗余力 老夫沙 老夫沙 去哪里啊 我们 环保站 马六甲野心县 旺旺环环保站 一星期两天环保日 没有暮气沉沉 只有朝气蓬勃 这个环保站由老人组成 感情也沉得香 当初带动社区 推动环保的陈运香 提及12年前的自己 使环保如必喜 我不喜欢做环保 因为它是很肮脏 又是垃圾 然后如果我的车上有垃圾的时候 我在开车的时候 我一看前面后面没有车 我就会开窗 一开窗的时候 一没有注意我那包垃圾 就噓一下丢出去了 我心会想 天地这么大 难道容不下我这包垃圾嘛 从前种种化为 今日更积极的动力 挨家挨户串门子 说辞技 是最老土的方法 却也却能让对方感受诚意 先从熟悉的朋友先做起 但是熟悉的朋友 一听到我们实际要去 他们也怕我们 然后我又不给我们去 所以我作为组长 又不可以漏气嘛 对不对 什么 地球就是被我们 就被我们这些 我们砍树 为了要吃肉啊 太福你啊 太福我 环保的推动 在野兴县意外地顺利 而由于地广人稀 交通不便 这辆当地仅有的环保车 四十年资历 只有秋生椒能驾驭它 有好几次我们接一下 接到半路就不能开花了 不能开洞了 第二天我们嫁回来又没事了 很多人不会嫁 这种手不容易啊 因为它不是直接这样 推上推下 然后它又推上来 又推上来 又这样子 有一个一节一节这样子的哦 现在是怎样的状况 可能油不顺啊 杀点脾气哦 所以这个事后事故要跟它怎样子 讲菩萨菩萨 现在给我完成今天的任务哦 感到没有哦 感到没有菩萨车 感到没有菩萨车 哦 环保老爷车 努力尽它晚年最后一分力 环保老菩萨 找到生命中第二个家 一件一时间 串联起彼此的感情